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四个目标 第四个目标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Express里面使用SocketIO 好,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Express和这个SocketIO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地方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直接使用IO我们会怎么做 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就是 然后呢给一个什么呢 端口8000 好,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IO 那这样子 好,其实也启动了的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要测试怎么测试呢 localhost8000 然后呢 好,访问这样一个地址 我们得看一下这边代码有没有OK 好,为了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还是这样来写 l.listen 抱歉 看一下这边似乎没有重启 好,启动了 我们来刷一下 好,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改成我们刚刚的那种做法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注意看一下 现在这边我们的代码变更之后 它并没有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启操作 什么原因呢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的这边的这个saver 是不是这个watch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也是没效的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watch是watch的当前目录下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是会报错的 刚刚我们都没有发现 好,现在已经重启成功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其实也没问题 只是刚刚我们的这个 这边没有重启 所以呢 有一点问题 那这个时候到底从没重启成功 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优化一下我们这个构建 就是我们再装一个插件来做一个提示的一个工作 这个notify到底做什么事情呢 好,我们可以先让它先给它安装好 再说 当然 c5dv notify 我们应该在哪来做呢 实际上 关于notify 我们建议是在这个地方来做 再处理了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怎么来做呢 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叫什么task 这个task就叫notify 怎么来做呢 我们来找到我们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index.js 然后呢 pipe给我们的notify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除物重启成功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notify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创建了 好,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再来启动的时候 那么有个什么好处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我们的代码进行有一些变化 好,它会给我们提示服务重启成功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我们手动去切换 过去看 因为它已经成功了 好,那这个呢 是我们socket.io的一个用法 那express又应该怎么来用呢 好,这个socket.io我们就先放这 然后我们再来看express应该怎么用 好,首先同样的我们要使用express 还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要订一个app 也就是我们的express 好,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http.save 好,当然我们要用到我们的http 所以我们也需要把http请求过来 为什么要用到http呢 因为我们这个express它是一个web框架 所以要通过http来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所以呢 好,通过hp.save把参数传过去 这样子来实现一个真正的一个save 然后save 监听一个端口 这里很明显 我们刚刚监听的是8000号端口 然后呢给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很明显 就是说如果arrow 那我们就把这个arrow给打出来 否则的话 我们就直接打一个save started的listeningPort 这个Port我们就需要给它一个值 好,这个值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saveaddress.port 看一下,现在有没有错 现在有个错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8000端口被占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IO用了8000 然后我们这个express也用了8000 那这个能解决怎么解决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IO改成80001 这个时候又不出发了 我们得看一下 这个时候不出发 好,这个时候再来看 我们8000已经访问不到了 我们80001能访问到 但是我们的这个8000它也是有服务的 它并没有说出现一个什么 无法访问之类的 也是有服务的 所以我们这边express也已经成功了 不过,现在用了我们两个端口 我们要想把两者合二为一 又应该怎么来做呢? 好,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 单独使用的时候就用这句代码 然后下面这个是单独使用express的时候 就用下面这句 那这个时候呢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会怎么我要去做什么呢? 就我要用 我要既支持我们的这个express 注意了 首先这个不影响 express不影响 然后sorketio 也不影响 好,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应用 我们的sever 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创建一个什么呢? io 真正的一个io 然后它是newsorketio 这个地方我们最好是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表示它可以new出来 然后我们传的参数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sever 那这样子的写法之后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配置项 这样的写法之后 我们的这个8000号端口 就 一个是为这个sever提供的 这个express提供服务 另外呢是为io也提供服务 我们看到这边已经重启成功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8000没有问题 那sorketio 也能返回值 好,那没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呢我们就有一个叫什么配置项 这个配置项我们应该配什么东西呢? 这里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边的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里面会有一些内容 来写如何来做配置 当然它并不全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原代码 或者一些其他方式去查找它的一些配置 在这里呢我就把这种常用的配置给写出来 比如说这个pinTimeout 我们设置为 10秒 在这种以毫秒为单位的这种地方的话 我们最好的最好复制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通过1000乘以10 或者说乘以60乘以10 这种方式 1秒 60秒 10分钟 好 那现在如果是 10秒那就该乘10 用这种方式乘过来的一个结果 这样呢不容易出错 比如说我们15分钟直接乘15 这样总比输入15 3个0要 显得更直观一些 好 所以这我们用这个 这里呢我们给它一个注释 就是说 默认值是多少呢? 如果我们不填 默认值是 一分钟 默认值是这么多 然后这个呢是 超时时间 第二个呢也是和PIN相关的 就是叫什么呢? interware 好 也是秒 好秒 现在是 2秒 那这个呢 Default是什么? Default是1000 乘以2.5 也就是2.5 2.5秒 就可以 去 拼一次 好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叫 Transport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传输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是用WebSocket 或者是 轮群 这种 这种方式呢 其实我们的方式就在这里面去选 好第四个说的是 Allow upgrade upgrade 这里呢一般是为2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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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是否允许升级 这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两个属性是结合在一起在用的 就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transport 就是说我们指定的传输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哪些 如果我们只选择一个WebSocket 那如果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端不支持WebSocket 那很抱歉 这个服务就连不通了 那这个 传输协议我们指定多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他会优先用低的先尝试一下 如果 可以 那我们再尝试一下这个高的 可不可以用 那这两个高和低的一个切换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属性来控制的 当不允许升级的时候 我们这个指定是哪个 那么就是哪个 那就不会再变 除了这两个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叫HTTP Compressing 其实从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否就是说 是否加密 他默认值的话 其实是 处的 使用加密 这个呢是这边 好 我们下面还会讲到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有关 其实我们很看得到 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是Sukate.io这个节点 那如果我们想换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换成 换成JS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叫我们的这个Path 这个属性来换 如果我们换成JS 那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 好 看一下 是不是也就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的那个Sukate.io 还能访问吗? 不行了 因为我们已经改过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要说我已经下载好这样一个文件了 比如说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比如说我已经放到我们这个桌面上来了 那很明显这个服务器我就我不想要了 不想要怎么做呢 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属性叫提供Connect Force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访问 很抱歉 他说已经无法访问了 提供了 但是我们说没有 所以他的响应跟一般的响应不一样 好 他说没有 那这样就禁用了我们的 禁用 坑户端JS 其实这里应该是什么呢 是否提供 坑户端JS 这里指的是 Sukate.io connect 这里是什么呢 提供客户端JS的 路径 好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知识点 Express和这个Sukate.io 来混合使用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东西还是比较 迷茫什么呢 因为什么都看不到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会借助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Express 来提供我们的一个 API 然后呢 我们通过什么东西呢 我们通过Express的一个静态服务 来 做什么事情 看一下这个是Express的一些代码 Static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需要一个什么呢 叫 Path 通过这个做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当前目录 DLame 是我们在load里面的这样一个全局的一个 变量 叫当前目录 那如果我们要想提供一个静态目录出来 那我们这就可以用 Public 或者是Static 这里我们用推荐的一个Public 这样一个目录 当然 放到我们这个webim里面来 所以就应该是当前目录下的 Public 这样一个目录 公开成一个静态的 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创建一个index.htm 好 webim 好 那这样子我们再来打开看一下 也就是 把我们的这样一个webim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的文本也有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利用Socketer JS和这个Express 搭建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的一个主要内容 包含什么呢 通过Express的一个Static 这样一个 中间件来提供我们的静态文件的一个访问 然后呢 通过它自身的一个 一些东西来处理我们的 API 比如说到时候我们有如果有登录 有其他一些东西就可以通过它来做 然后呢 通过Socketer I.O 实现一个及时聊天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一个 Express中使用Socketer I.O 好 这里呢 我们还剩下一个知识点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把这个点放在我们的下一节课里面去为大家讲解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好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